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村的一个红薯轿的附近 说到红薯轿 这里补充一点 鸭岭乡因为产红薯 为了方便住藏保存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薯轿 而且大部分都在户外 那么一听到有人盗墓 苏改超立即就叫上同事赶往鸭岭乡 可是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居然铺了一个空 盗洞都没找着 奇怪啊 谁走漏了风声吗 盗墓舟跑了 还是报案人记错了地方 苏改超赶紧吩咐大伙 分头到村子里打听 很快警方就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红薯轿半夜塌陷 看来是真有名堂 里边到底有什么情况呢 苏改超打着电筒往里边仔细一照 眼前的情形让他大吃一惊 这个红薯轿竟然比别的红薯轿啊 大很多 大伙往里边喊话的时候 还能听到回声呢 而且地窖里边也没有藏红薯 是空的 怪了 既然里边什么都没有 这红薯轿为什么半夜会坍塌呢 随同这苏改超一起来的两位民警决定 下到窖底看一看 这一看 把他们吓了一跳 谁打我就是呢 几分钟不到十分钟四天 出来这个我跟了 红薯轿这个 很久都叫他们上来 叫他们上来以后 上来四个人 我们下去两个人 躺在这样子两个人 下去两个人上来四个人 这倒赚了两个哈 多出两个人到底是谁 来不及休息 警方就将两个可疑之人带到派出所询问 简单的几句问话就戳开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红薯轿下边的确有一座古墓 他们俩呢也的确是来盗墓的 具体盗走了什么呢 嫌疑人交代 他们挖到了不少的宝贝 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件虽然已经碎了 但是看颜色和花纹就觉得很稀罕呢 那么这件精致的文物是什么呀 它的主人是谁 红薯轿下又埋着一座怎样的古墓呢 审问一结束 警方就将他们掌握的情况 报告给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担心古墓再次被盗 文物工作队一边让警方追缴文物 一边组织人手到亚领乡进行抢修性发掘 情况进展如何 先说考古队这边 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 考古人员很快就找到了一条令人惊讶的木刀 这个木刀现在基本从所有这个方向 往前走 往前走 这个骨上这边 大概30到38米 除了木刀还有一个发现 也让考古人员很激动 什么呀 挖开以后 发现开了以后 才发现他在天津上踏着 就是红薯轿的地步 红薯轿地步实际上是坐船上这个天津 所以说红薯轿的优衣分是生土 优衣分是天津的虚土 考古人员所说的天井主要流行于唐代 是一种建在木道里的孔洞 干什么用的呢 主要用于透气以及输送陪葬品 而且牧主人的身份越高 天井的数量也越多 比如说唐中宗李显的长子李重润的墓中 就有七座天井 而在这个墓里边 考古人员发现了三座可见牧主人的身份 那也不简单 那么这位身份不简单的牧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正当考古现场惊喜连连的时候 警方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追回了一样文物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银制的桌子 实际上只有巴掌大小 但是做工却很精巧 桌面上有象征着灵魂不死 可以轮回永生的忍东文 桌面下面四个桌角形似受提 比一般的桌角要稳固 再看这个低锤的鹤手 不仅是形象逼真 动作和神情也很耐人寻味 如此精巧的小桌子 具体用途是什么呢 有人想起了另一样器物 就是这件出土于法门似形似提栏的东西 名叫茶笼 为什么会想起茶笼呢 您别看它们形状不一样 其实有个细节很相似 什么呢 就是文史当中都有这种小孔洞 干嘛用的 根据唐代著名的茶学家陆宇 在《茶经》当中所著 唐人喝茶 在将茶叶泡水之前会先制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茶叶放到火上烤它一烤 用什么烤呢 其中有一种就是这样的 带有小孔的茶笼 所以呢 考古人认为 这个同样带有小孔的桌子 很可能具有同样的功能 如果推测正确 那只低锤的鹤手就不难解释了 它应该相当于把手啊 用来防止移动茶桌时 手被烫伤 好了 有了这张小桌子 摸牌呢 也就越来越有信心了 警方顺腾摸瓜 很快又找回了一件文物 就是这把勺子 勺饼很长 形状跟我们现在的汤匙差不多 但是是银的 而且还带有盖子 如此别致的勺子 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仔细清理 有人在勺饼上发现了五个字 四两二分宅 四两二分宅 什么意思 这个解读起来不难 所谓四两二分说的是 汤匙的容量 在唐代 一两大约相当于今天四十克 四两二分算下来 等于这把勺子能够装 一百六十克左右的水 可是一把勺子 为什么会有容量限定呢 考古人员查了很多资料之后 终于在一幅唐代古画 叫《公月图》当中 发现了他的踪影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把长勺 他又能做什么呢 您仔细看这幅画 围坐在一起的美女们 很多都端着一个碗 就像是在祖局开茶会会 没错 这件勺子也是一件茶具 名叫茶称 又是茶具 牧主人看来是一位茶友 当然了 是不是不好说 但是随葬品当中 应该还有茶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唐人喝茶 相当注重仪式感 有资料记载 他们泡茶呢 至少需要二十多种茶具 如今才发现两件 其他的呢 到底在哪里 又是什么样子 下节说 令人期待的千年茶具 能否被警方追回 本该坚固无比的墓葬 为何在墓主人下葬之前 就已坍塌 奢华的墓葬中 又为什么透着寒酸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到 唐朝人泡茶 至少需要二十多种茶具 那么 压岭乡大墓当中 是否还有其他茶具呢 果然追回茶城没多久 第三件茶具 就被警方给找回来了 就是这件碗 而且是浴的 浴碗 用来喝茶的吗 不 它是用来盐茶的 就是碾碎啊 不信您看碗中间 里边有一些深浅不一 向外辐射的网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茶经》记载 唐代的茶叶 因为大多都做成了茶饼 所以在泡茶之前呢 需要把茶饼磨成粉 怎么磨 很简单 直接把茶叶放进 带有纹理的碗中 然后用棒杵研磨就行了 所以呢 这支浴碗的准确叫法 应该是盐茶波 好了 故事说到这 不管是前面的木道天井 还是警方追回的 银的玉的茶具 想必都让各位感受到了 牧主人的豪气啊 土豪之气 是吧 这个人家里一定很有钱呢 那么 这位有钱人到底是 富甲一方的商骨 还是手握全市的 达官显贵呢 带着疑问 考古人员们开始 新一轮的发掘 然而就在发掘的过程当中 居然出现了很反常的现象 除了土质坚硬木道的两臂建的也是十分用心呢 几乎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 木道两臂是产力非常光滑 本来我这个土 跟在平常这个资源都不一样 它不念 这是生家伙 生理干理 这么多人是干理 当时听那个专家介绍这个土 当时人家下掌那个时候 是经过处理的 是经过策略 就这个土 策略以后它不能反潮 高温炒制的土 飞蛋不反潮 就连害虫都会静而远之 甚至就算是墙上破了个洞 都很难被拆掉 所以理论上 鸭岭乡的这座木啊 是不容易坍塌的 然而实际上呢 据当地村民反映 墓葬在被盗挖之前就已经塌了 奇怪呀 如此牢靠坚实的墓葬 怎么就塌了呢 是因为受到了诸如地震等等 这样的外力的影响 还是考古人员高估了 它的抗塌指数呢 就在队员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又一个蹊跷的地方出现了 所谓壁柱 是指一种支撑墓葬顶部的构建 但在考古人员眼中 他们其实不该出现的 既然不该出现 墓主人又为何要放这些呢 经过仔细观察 考古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原来这些壁柱是为了修复墓顶而建的 也就是说墓主人下葬之前 古墓就已经塌过了 下葬之前就塌过 意思是说墓主人死之前 这墓就已经修好了 没错 考古人员推测 墓主人不仅提前修好了自己的墓 而且很有可能 因为它活得很长 以至于修好的墓长期处于空置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考古人员查了 压岭乡大墓没有遭到 诸如地震之类的外力冲击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墓葬垮它的原因 多半是在空置的状态下 遭到了雨水空气等等 这样的外部环境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古代 只有高等级的贵族或者君王才有资格提前预制坟墓 比如说秦始皇嬴政 从十三岁登基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修了整整三十七年 那么这位墓主人居然有同样的待遇 此人会不会是一位高等级贵族乃至是皇室宗亲呢 讲到这里 大伙的发掘尽头就更足了 然而 当队员们清理到墓到尽头的时候 奇怪的现象怎么又出现了 考古人员说的石门 其实就是墓到尽头的墓门 墓门除了防盗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彰显身份 所以一扇完整的墓门 通常包括门扇门套 门楣以及精美的雕花 但是这个墓门 与其说是两扇门 不如说是两块仓促装上去的石板 显得十分的简陋寒酸 那么除了墓门寒酸之外呢 还有一个地方的门也很怪异 除了设置少见 这扇门的用料 其实也很不符合常理 因为古人修墓 首先考虑的就是防腐 因为它要放千年万年 什么材质比较防腐呢 当然是石头 豪气 制不计金属 就算非要用木头 比如说棺果 讲究的贵族 也一定会反反复复地涂上漆 以此来阻隔氧气 既然如此 墓主人为什么要放一块 这样容易腐烂的墓门在这呢 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为了找到新线索 队员们开始清理墓道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墓道当中虽然有很多 用于放置随葬品的壁壳 但是因为盗绝严重啊 壁堂里边空无一物 那怎么办呢 当队员们将清理的重点 放到地面上的时候 令人欣喜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泥土当中居然冒出了一些 细碎的金气 最小的只有一厘米那么大 它们会是什么呢 多次的过筛之后 它们的样子显露了出来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些 都很玲珑小巧啊 做什么用的呢 考古人员推测 可能是衣服上的坠饰啊 也可能是器物上的配饰 当然也有可能是首饰 总之是饰品 既然都是饰品 那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女星呢 事与不是都得有证据来支撑 到哪去找证据呢 墓道里边估计是没戏了 只能看主墓室了 主墓室里什么情况 刚进主墓室那会儿呢 队员们个个跟打了双的茄子一样 不用猜呀 显然是被盗了呀 棺果也腐烂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考古还怎么进行啊 说来也是天意 就在大家伙以为会空手而归的时候 有人在摆放棺果的台阶之下 有了重大发现 什么发现呢 就是这块写了字的大青石 墓志明 我们叫墓志叫一鹤 上面是墓志盖 下面是墓志 墓志非常大 雕刻的华文也非常精美 展开的内容非常丰富 那么如此精美的墓志 到底写了什么呀 墓主人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下结束 一位女子为何享有 令人艳羡的殊荣 晚年的她 到底遭遇了什么变故呢 变故背后又揭示了一段 怎样跌宕起伏的唐代历史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继续为您解历 张家我们说了 队员们在被盗掘的主墓室里边居然找到了墓志明 不得不说 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那么墓志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咱们来听听考古人员说一遍 她墓人要大 她们称得的听确实是 妻子光龙大夫 上书做副业 正式中亡口 先祈过台夫人 44个字 44个字 字数不算多 但是听起来好小就绕哈 哪里才是墓主人身份信息呢 其实就在这段文字的最后部分 没错 墓主人的确是一位女子姓吴和男扑阳人 关键的是死后被追封为了齐国太夫人 齐国太夫人 什么品级呢 国太夫人 这也是无事的品级 对于一个唐朝女子来讲 它是一项非常高的殊荣 那么无事凭什么能得此殊荣 随着研究的深入 考古人员发现 这个无事的附加不简单 怎么个不简单的法呢 来看看穆志明的前几个字 承德军 什么意思 如果您不熟的话 安史之乱你一定知道 承德军就是因安史之乱而生的 公元763年 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 元属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旧将归降 被分为三个部分 依然控制着河北广袤的土地 他们内则拥兵自重 外则互为靠山 逐渐形成了唐代历史上 鼎鼎有名的和硕三镇 分别是范阳 魏伯 以及这里说的承德 承德军跟吴氏又是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得很啊 他的夫家便是承德军的掌门人 承德军节度使 国夫人这个事是一个 是一个是在整个和硕三镇 这些军事奖领里面 比较不变的事 比如汪吴军家族里面 汪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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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奶 四位戒斗士 他们的母亲 或者他们的夫人都有封口 这是卓东 卓东 这些和硕三镇这些军事奖领的 也能收到 好了 故事说到这儿呢 牧主人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了 他是一位身份显赫的 告命国夫人 但是呢 谜团并没有因此全部解开呀 比如说 第一 吴氏既然如此富贵 他的墓应该是处处透着奢华呀 为什么墓门做的如此寒酸呢 第二个 承德节度使的活动范围 本来是在河北境内 但是吴氏却葬在河南 有权有势的承德军节度使 为什么将自己的至亲葬那么远呢 还有第三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在吴氏去世之前 他的墓因为长期处于空置状态 已经塌过了 所以呢 吴氏到底活了多少岁 他真的是一位长寿的女子吗 那问题很多吧 是不是 而且听起来都很难解答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这么意外 就在考古人员对于墓志民进行最后的提取时 又有了重大发现 谁都没想到 文字之下居然还有文字 字数还不少呢 685 那么这685个字又说了什么呢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剩下的谜团吗 事实证明 可以 这些文字就是为了解开谜团而来的 必须说考古人员很厉害 居然猜对了 61岁在古代 不算高寿 但也不短了 不叫夭折 还可以 那么 其他几个问题呢 随着解读的深入 一个让人难以理解 却又发人深省 给人启发的信息出现了 吴氏在河南洛阳居然有房 看来他在洛阳生活过呀 埋在河南也不是偶然 可是他为什么会来到洛阳呢 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在随后的文字当中 考古人员读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两次被封为郭夫人 地位是比较尊贵的 两次封都是因为儿子 第一次是因为王成宗 第二次是因为王成源 两次被封为郭夫人 说明朝廷对吴氏夫家 尤其是在他儿子这一代 是既拉拢又打压 为什么会这样呢 联想到吴氏在洛阳 有私宅的情况 考古人员推测 吴氏的生活后来可能发生了变化 那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再次查阅史料 考古人员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安史之乱平定之后 后起的成德军节度史 这其中包括吴氏的傅家王家 本应该成为拱卫帝国的地方长官的 但是成德军节度史们 却跟其他地方的节度史 一样不仅画地自保 而且是听调不听宣 不听唐王朝的政令啊 拥兵自重 成德军就存在了160多年 成德军的这些节度史们 名义上是服从中央 但实际上是 实际上自己任命 任命管理 自己主导刑法 然后自己受罪 不向国家 国家 国家 缴纳 另外经常和中央证券 然后发生战争 当然 藩镇的地方割据问题 最终还是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呢 就说这个成德军节度史吧 当吴氏的又一个儿子 王成元 将成为家族当中 第四位节度史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变化 但是王成元拒绝 所以说王成元就 就归顺着中央 所以说他的家族 家族就就就就离开成德 离开成德 然后以后就 小离于中央成果 所以他 所以他不可能在 在成德再住 他他都 居住在落 王成元为什么拒绝当节度史呢 史料记载 一方面因为朝廷一直不断施压 另外一方面呢 是成德军内部 他也不好管理了 王成元知道自己驾驭不了手下那帮汉将交兵 所以呢 在这种内外交奸的情况之下 王成元只得选择归顺朝廷 前往洛阳 吴氏夫家的男人们 尽管一直都在跟唐王朝名称暗斗 但是史料记载 吴氏的娘家也不简单 胡阳地区的吴家 不仅是当地有名的旺族 而且这个家族 曾经有一个姑娘 有一个姑娘嫁给了李唐的宗室 而且还生了一位皇帝 谁呀 唐代宗李玉 所以去到洛阳的吴氏 因为夫家的衰落 心境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 甚至有可能时常还感叹人生 感叹时局家国变化 沧海桑田 白云苍狗 但是生活应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凄惨 悠悠自在还是有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有点戛然而止的意思 反正说明白了就行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 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